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視夜間新聞 我是林紫陽 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遭到北市議員徐曉星指控 疑似在餐序的時候 微醺向身旁的女性伸出了鹹豬手 而在這個畫面當中就可以看到 陳時中他當時是正要離開餐廳 身邊摟著一名女性 也有兩個人緊緊牽著手的畫面 是引發了熱議 不過民進黨立委管閉靈 他跳出來替陳時中還家 說是因為樓梯有高低差的關係 這只是兩個人溫馨的攢扶畫面而已 不過今天晚間的最新發展 就是徐曉星他加碼曝光了整段影片 強調就是要駁斥管閉靈的說法 而眼看這個牽手風波是越演越烈了 陳時中他就跳出來呼籲謠言 止於智者 九足飯堡後 一行人從餐廳離開 走在最前頭身穿白色襯衫的男子 就是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被議員徐曉星踢爆 十月六日晚上在臺北市的高級 樂室餐廳與女子時之警候 還直接把人搂在身邊引發熱議 布滿民進黨立委管閉靈說 他的爆料照片是經過變造 徐曉星不忍了 七號晚間加碼公布當天的整段影片 他用影片強調兩人走出餐廳大門時後 就爛屌屌 並非管閉靈解釋 因為樓梯高低差 只是溫馨浮梯影片 那事實就是呈現出在他現場做出樓肩的動作 以及失職勤扣的動作 依依不捨不願意離開 是在幕僚的層層催促之下 才上車離去的喔 而這名女子身份也曝光 她是北市聯一松德院去的副院長李雅玲 與陳時中同樣都是亞醫師背景 老公其實也在照片上 剛好就是右手邊戴眼鏡的這名男子 現任的聯醫人愛醫院副院長丁金聰 更是知名的消化外科權威 出席餐序遭偷拍 還被議員指控伸出賢豬手 讓陳時中相當不滿 對手黃申申呼籲大家冷靜 不過徐曉星加碼爆料 說這件事原本要由週刊提報 卻因為受到壓力才改由他來公開 那整體用八卦追蹤 幾乎已經到了根騷的一個情況 陳時中不滿選舉失焦 痛批藍營根騷炒作 只不過選舉進入最後兩週 候選人一舉一動 每一步都引發各界關注 華日新聞 另外一貫燒安黃昭聖李鴻傑 臺報導